您好 欢迎收看《晚安台》 我是周景 与新闻一开始最新消息 来感谢您关注社会焦点 台中市传出有妇人杀死自己先生的惨案 这名妇人5月初是伙同情夫杀害了先生 让事后家属发现后是赶紧报案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警方之后也找到了死者 但是已经被杀害多时 妇人和她的朋友才坦诚犯案 警方在空地旁仔细搜索每个物证 全是因为这处空地 还有一旁的住宅成了凶杀案的地点 台中一名姚姓妇人5月初和原姓丈夫 一同前往苗栗西湖度假村 结果妇人先读婚丈夫 再伙同友人把不省人事的丈夫抬上车 接着再到友人在新竹恒山的住处 把人杀害 原姓被害人失踪当日位置在新竹县 后面他的车子在月底 又发现都在桃竹苗地区活动 那经调月这辆车子的使用 为一个陌生的男子 那我们研判失踪人遇害的可能性极高 当时被害人的家人发现他失踪多时赶紧报案 警方经过一个多月的彩证 终于在新竹找到被害人 却已经遇害多时 涉案的富人和男性友人双双被上号逮捕 也坦诚犯行 两个人都被依照杀人罪 移送法办 借梁志祥台中报道